转回国内来看到的是第56届电视金钟奖入围名单在下午公布 其中台式体育竞技实境节目全明星运动会不负众望 一举入围了包括意志及实境节目奖 还有节目创新奖两个奖项 而台式导播李立芳则是再次的入围非戏剧类节目导播奖 专业屡获肯定 另外在台式自制戏剧生生世世当中 演技大突破的薛世玲则将角逐金钟式地 引起台湾一阵体育旋风的节目 台式全明星运动会 布置话题不断收视绿创夹击 现在更获得第56届电视金钟奖评审肯定 一举入围意志及实境节目奖和节目创新奖 两个奖项是今年夺奖大热门 另外台式李立芳导播 则因为第十六届KKBOX风云榜颁奖典礼 再次入围非戏剧类节目导播奖 专业屡获肯定 我叫你不要把你打死了 我叫你招牌啦 而在台式自制戏剧生生世世当中 薛世玲饰演被时代环境压抑 被迫取戏身子的男同志 演技大突破获得平手好评 风光入围戏剧节目男主角奖 不过同场照进的还有硬底子演员许杰辉 表现亮眼的童心李一潮 以及在电视电影都有好表现的 失明帅汉唐志平 蛮意外的耶 我当下真的是空白的 看正旁的人很开心 然后就觉得野蛙也很开心 然后拍戏的那个时候 心情跟画面都出现上来这样 然后就觉得对真的很开心 至于在戏剧节目女主角的部分 戏剧《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里的 灵魂人物钟心灵 可说是毫无悬念几记入委名单 而这也是她即将立拼的第三座 金钟侍候讲座 她的竞争对手 还有金钟入围常客孙可芳 首都入围金钟 最后叩关女如早的孙淑媚 以及蔡佳英和李维维 最后到底会露死谁手 粉丝都好期待得奖公布的那一刻 节奏 不回应回啊 不回应回啊